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之前多次说到过人体是一台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 那激素或者说荷尔蒙在这台仪器当中起着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说灵魂关键核心的作用 在低碳生酮饮食的各位可能非常关注一种激素就是胰岛素 但其实在人体当中也存在着其他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素 而且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层级关系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六种激素之间的层级关系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道路上会跟大家进行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也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其实激素之间的层级关系 我也是最近才终于了解到的 我觉得它回答了我一直以来的很多疑惑 就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 想要去控制胰岛素 为什么还是有可能不成功 在之前的一期视频当中 我们讲到了压力 也就是压力激素皮质醇和肥胖之间的关系 其实除了压力激素以外 还有更多的激素对于我们的身材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整体健康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激素层级的这个概念呢 来自Dr. Anna Kabaka的一本书 叫做The Hormone Fix 那当然我们短短的一个视频里 只能简单的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这六种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维持激素之间的平衡 哎没有错啊 我觉得整个身体尤其讲到激素 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去刺激哪个激素升高 或者刺激哪个激素大幅的下降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平衡 那这也是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好话不多说 我们把整个激素的层级图列在这儿 哎大家可能能在里面看到 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激素啊 比如说皮质醇压力激素 还有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胰岛素 那下面的三个也很明显的看出来 是人体当中的性激素 也就是男性女性都有 但是显然身为不同性别激素的数量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那最上面的一个激素叫做催产素 你能看到它的箭头是指向所有其他激素的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层级关系 催产素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 也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主宰的激素 它的平衡几乎决定了其他激素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催产素尽量的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催产素怎么样才能够多分泌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当母亲第一次看到自己刚生下来的小baby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有心动的感觉 比如说和家人朋友的拥抱 甚至就是别人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 或者是你觉得跟别人之间存在那种共鸣 存在那种联系 就是这样的一些时刻 你都会大量的分泌催产素 所以首先主宰一切的这个其实是你的情绪 或者说你是不是快乐 是不是开心 是不是感觉到跟别人之间有爱 有感情 有联系 如果有的话 我们后面的这一系列激素 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平衡的状态 第二个激素呢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多次强调的皮质醇 也就是压力激素 那我们也讲到过皮质醇 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的激素 其实它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很多压力特别大的时刻 或者是你特别需要爆发力的时刻 但是在现代社会 很多人是处于一个慢性压力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皮质醇是长期过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最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脏脂肪过高 或者是减肥怎么减都减不下来 所以其实皮质醇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对健康有害的 那么我们首先要把催产素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你才能够保证 你的皮质醇能够下降 有点像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就是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 看到自己的家人 看到孩子 看到伴侣 这样一个拥抱 就觉得好像一天的劳累都消除了 当然了也可能很多人回到家 觉得看到狗狗 看到猫猫 觉得非常的开心 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 不要再去陪孩子写作业 否则那个催产素就基本没有了 那皮质醇之后 再往下一个层级呢 就是我们的胰岛素 胰岛素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事实上我有这样一个 专门逆转胰岛素抵抗的播放列表 从体重管理的角度来讲 它能够决定我们是储存更多的脂肪 还是去燃烧更多的脂肪 那整个生酮饮食 包括间歇性断食 我们都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胰岛素控制在稳定的低位 那血糖水平也要控制在稳定的低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实现减重的目标 因为如果你的胰岛素长期非常高的话 你是永远不可能瘦下来的 那么胰岛素本身其实非常瘦 皮质醇还有就是催产素的制约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长时间断食 或者是一直非常严格的生酮饮食 但始终看不到效果 其实就是因为另外两个激素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有没有因为执行严格的饮食 而觉得压力山大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为了想要快速的减重 然后出现过度运动的情况 这都会让你获得相反的效果 原因就是你的皮质醇太高了 你的压力太大了 那前面三个激素对于整个身体来讲 是非常关键的 前面这三个激素如果平衡了 你后面的三个激素和身体的其他的状况 都会有很大的好转 后面的三个激素呢 就是人体的性激素 对于男性来说 那比较多的当然就是高丸素或者叫高酮 对于女性来说 雌激素还有就是蕴酮 也叫做黄体酮 这三种激素决定了我们的生殖能力 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啊 包括我自己在内 觉得我现在要不然就是生完娃了 要不然就是也没有生娃的打算了 那这个生殖激素跟我还有那么大关系吗 那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无论你有没有主观上生娃的意愿 生殖激素都决定了你整个人的健康状况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不能说比如说有些女孩结石 结到一个非常瘦啊 月经也不来了 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想生孩子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说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你整个健康状况都是非常严重受损的 所以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对的 那么有些人也会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改变后面的三个激素 比如说有些人想要备孕 或者是想要调整自己的经期 延缓衰老 延缓更年期 但是如果说你只去控制后面的这三个激素 而完全忽略前三个激素的话 它也没用 这就是所谓这个激素层级的关系 前面三个激素是决定了后面三个激素的状态的 那有些人可能说我一直口服某一种激素的补剂 那如果你不去控制前面三个 后面的这些补剂都是浪费钱 对于高丸素和高酮来讲 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间歇性断食就能够对它有比较好的提高了 因为在断食13到16小时的时候 你就会大量的分泌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就会促进高丸素的大量分泌 但是雌激素还有孕酮 对于女性来讲 这个事情就相对麻烦一些 我有听过很多在生酮 在间歇性断食开始之后 有一些女生来跟我反映 尤其是在初期 自己出现了一些月经不一样的状况 有一些人是月经推迟量变少 也有一些人是月经提前量变多 那当然合理的一个想法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生酮 是不是因为断食 是不是这些情况导致了月经出现变化 那我觉得在这儿呢 有必要用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资料 给大家做一个澄清 首先的一个概念就是 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没有那么多碳水 可以吃哦 现在的精细碳水 他们都是完全吃不到的 那很多祖先都是生活在一个 纯肉饮食的状况 而且他们也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 想吃就吃 或者说能找到东西就吃 吃到一个饱 就是饱得不得了 后面可能又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东西吃 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就是断食 加生酮饮食 或者说纯肉饮食 那他们的生殖能力 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显然没有 对不对 否则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了 那为什么 对于很多育龄期的女性 在刚开始生酮 或者断食的时候 会受到影响 其实重点就在于你的饮食结构 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 这个转变会给你带来的 很有可能是体脂肪的下降 也就是说你终于减掉了 你多的那些肉 你觉得很开心 我减肥了 身体可不这么开心 身体觉得我好不容易 费尽巴力 我都储存的这些多余的 你觉得是多余的 但他不觉得是多余的 这些燃料就这么没了 那他需要有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 在这里面 会涉及到激素的 首先呢就是磁激素 磁激素是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 那当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 开始用脂肪细胞功能 我们生酮饮食不是会燃烧脂肪吗 用脂肪来功能 磁激素就会被释放出来 所以你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身体有大量的磁激素的一个冲击 那这就会让整个系统失去平衡 不一定是谁多谁少的问题 但这种失衡 就会导致月经发生改变 有一些人 如果说你月经提前 或者月经量增加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磁激素的问题 因为它会让你的子宫内膜增厚 那子宫内膜越厚 月经的量就会越大 还有呢一个问题就是 还是体重下降的太快 这里面又涉及到另外一种激素 叫做瘦素 瘦素是由脂肪细胞来分泌的 那如果脂肪越多 瘦素也就越多 瘦素越多 它就会告诉身体说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能量了 有足够的能量 身体就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生殖这项工作了 因为对于身体来说 生殖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工作 它不是要保护我们这个机体 存活下去的 必须要做的工作 其实是如果在没有食物的情况 在饥荒的情况 或者在遭遇其他极端情况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这项工作舍弃掉 所以呢如果说有足够的瘦素 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是有很多吃的 你可以开启生殖这项工作了 那我们的整个月经周期 就会正常的进行 但如果说你这段时间 瘦的特别厉害 你的脂肪细胞变少很多 瘦素也就会变少 身体就会觉得 我们现在遭遇到了饥荒 那我们就不能开始生殖这项工作了 我们要把唯一可以拿到的能源 都用在存活这项工作上 那如果说你在进行生酮饮食 同时又在进行渐兴性断食 甚至比较极端 一日一餐还在限制热量 你觉得你最近瘦得特别明显 那对不起啊 你的升职能力 或者说整个月经的状况 就很有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其中一员的话 因为我本人就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的月经周期值非常正常 但如果你受到了影响 首先你就不能受得太快 要帮助身体首先度过这个适应期 因为你的身体会对脂肪的减少 特别的敏感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在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 也就是所谓的金钱综合症 特别明显的时候 在这段的时间呢 去放松对饮食的限制 你可以选择我就不断食了 但我还是尽量的保持生酮饮食 你也可以选择断食 但是我可以去吃一些碳水 或者说你就完全的把这两件事情 完全的忘掉 想吃什么吃什么 这会给身体一个信号 那就是你现在食物是充足的 我是可以正常的进行月经周期的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你会发现 好像整个身体已经完全适应生酮 或者断食的模式了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 激素层级的问题 始终要注意我们首先需要催产素 然后我们需要把皮质唇恢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我们才能够控制胰岛素 那在前三个激素得到控制之后 后面的三个跟升值能力相关的激素 才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控制 那对于育龄女性来讲 可能问题会更加复杂一些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随时调整计划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想要跟我联系带购呼吸动测试仪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啦拜拜